郭台銘去提柯文哲 民進黨去提民眾黨 都是因為 上個字叫存在感 他的整個骨子裡面 他想的就是台獨 但他現在為了 想要選總統 可以把你的靈魂直接拋棄掉耶 民進黨直接抄柯文哲的兩岸論述 不畏戰不求戰 直接拿來用囉 但民進黨他有多大言不慘嗎 他竟然是說 被戰而不畏戰 能戰而不求有戰 其實是與民進黨的看法一致 樂見民進黨能與本黨主張相同 這個很奇怪 就是現在是民進黨從上到下 突然開始要學習柯文哲的兩岸論述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郭台銘去提柯文哲 民進黨去提民眾黨 都是因為 上個字叫存在感 當你有存在感的時候 你就是所謂的這個 三足鼎立 柯文哲踩中間 那藍綠都發現說 原來這個中間是有20%的 所以他就 他20%他也不能不要 沒有20%誰都輸嘛 所以呢 這就是柯文哲的兩岸政策 這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所以民眾黨剛好踩在台灣的主流民意 我們沒有要跟大陸翻臉 但現在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也希望兩岸不要打仗 但必須要備戰 所以柯文哲的兩岸真的是踩在主流民意 每次一聽到柯文哲提出兩岸論述的時候 立刻標籤直接貼下去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冰蘭柯 你就是叉燒包 你想要有交流的機會 然後你想要和平的相處 這樣子講都不行 他一定會直接說你就是紅的 你就是紅共這樣子 那你現在為了你要往中間來靠容 你想要把你的選票極大化 所以你開始轉變你的論述 我覺得這個比較危險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去看這個人的中心思想 跟靈魂有沒有固定在那邊 在在都顯示他的整個骨子裡面 他想的就是台獨這件事情 但他現在為了想要選總統 而且重點是他想要選上 所以他現在就開始轉變他的論調說 喔 我們要擁護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我們要和平保胎 再也不提抗中保胎 我們一定要和平保胎 就他的論述可以立刻轉成這樣 你知道這有多荒謬嗎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靈魂直接拋棄掉耶 我覺得不要再演了 你知道演了也不會像 而且當你越這樣演的時候 你會讓大家覺得越無奈 然後越覺得你真的不用把自己 包裝成一個原本就不是你的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會非常的痛苦